抗疫学生占领行政院遭到警方驱离 警政署晚间也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强调对群众都是先喊话劝离 之后才进行强制驱离 至于现场指挥官要求媒体记者先离开 这让外界无法了解政院里头的情况 稍早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也对此做出回应 我们的用意还是基于就是说 他在这个驱离的过程之中 我们媒体朋友在前面又拿着 这些摄影器材或是照相器材 那么无形时钟增加你的危险度 因为后面你一直在照 那么后面很多不论是坐姿躺姿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请各位媒体 在稍微在旁边在嵌讨到旁边一下 这个我想基于这个善意 而且基于各位的安全